我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是背景名乡 在大城市里才能实现 回到家乡跟家人一起 一样可以实现 由赵丽颖 刘威 唐增等主演的电视剧 幸福到万家正乃热播中 剧中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 从隔壁村家到万家庄 补料在婚礼上 何幸福妹妹遭遇前诸首 何幸福情急之下 早上了村车书万善堂的儿子 万善堂得出气冲冲改来何家 何家怕得罪人不敢出声 不知如何是好 那边万善堂事情没解决 这边村里要见保健品厂 要征用何家的耕地 何幸福一起之下来居委会 与万善堂对布公堂 最后得到合理的补偿 但也与万善堂撕破脸面 直到何幸福身亡难产 万善堂组织村民献血 何幸福心存感情 和万善堂关系得到缓解 不料这是何幸福之前寄出的取报信 隐瞒了寄件人员 万善堂一起之下发病 引起群村众怒 何幸福为不拖累家人 选择进城打工 在享有成绩之后 何幸福选择回村办民宿 在关他感觉到不解时 何幸福一句方言 我的目标不一定是背景名乡 在大城市里才能实现 回到家乡回到家里跟家人在一起 也能实现 说出无数回乡创业人的心声 这幕放出后 变成全篇经典 导演都意外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探ft 感谢观看